武侠电影中的片段虽然神奇 但是谁都知道这可不是真的 那么这名自称会典学的大师究竟在哪 抱着怀疑的态度 记者跟随何先生来到了公园深处的小池塘旁边 只见一位身穿灰色僧服的男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高人吗 这位高人名叫士岩丛 从小习武 并于2009年在松山少林寺剃育度出家学习 练就了一身的本粮 一定说士岩丛会典学 公园内来了不少的围观市民 这其中许多年轻小伙子 对士岩丛的绝活也抱着怀疑的态度 师岩丛介绍 典学其实在祭祭当中 用全职轴等鼓烧强固点 击打人体上的穴位 使其产生麻木酸软 或者疼痛男人的感觉 从而失去反抗能力 但是人体穴位当中 有70多处致命的穴位 切不可轻易尝试 这位主动挑战士岩丛的满哥 究竟能否被点穴呢 这干嘛你啊 别问 我跟你说吧 就是一看起来 你点上头试一下 看上去并不中的一拳 击中了挑战者的腹部 结果这名挑战者 直接就蹲了下去 而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呼吸也慢慢地中了起来 试验从马上开始解决 这会有用吗 又没事了 是个什么感觉刚才 说不上话 说不上话 就整个人也没办法动弹 是吧 对 跟炸的一样 特别通 说不上话 说不上话 然后 他跟你解了以后呢 解了以后 就特别 就感觉 就猛的 给你轻松一下 觉得相信吗 现在 现在 应该 心了 看到这位满哥的体验 记者是又惊讶又害怕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瞬间动弹不了的人 被解学之后 迅速恢复原样了吗 诗言从介上 虽然打学的时候 看上去发力不大 但其实呢 使用了寸劲 而且击打的中晚学 属于人脉 让人呢 能够暂时地 气血不通 四肢乏力 如果不及时地 医治或者解学 也可能导致 负痛负胀 但是不会致命 怀着好奇心 记者也想亲身地体验一下 这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么刚才看到 这一名先生的配合呢 记者是感觉到又惊讶 但是对于尝试一下呢 又有点害怕 因为刚才看到 先前点缺的时候 这名先生也是一个 非常提不起力气的样子 那么大师 我这边也可以试一下吗 说是想体验 要上场了 记者还是十分紧张 但是这话都说出口了 可不能反悔啊 随后记者尝试着 穿着棉外套 让誓言从击打 隔着厚厚的衣服 他还能再次成功吗 或者记者会出现 不一样的反应吗 手搁放 说话 公司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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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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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沒有支咬 往右往右 再緩 再緩 和前一位馬哥一樣 點學之後記者同樣失去了行動能力 而且無法說話 誓言從說擊打的是記者的糾尾學 平常推拿糾尾學 可以達到消除疲勞 增強睡眠質量的作用 但是擊打此學位也會讓人血脈不通 而解學正是在任督二脈處 用一定力度擊打使其血脈通暢 而且只有這樣才不會留下後遺症 是恢復正常的 雖然這個裡面呢 有一點點這種麻麻的感覺 但是已經完全沒有這個疼痛感了 那麼當時點學的這第一下呢 可以說是非常奇妙的一種感覺 它不像那種持續的疼痛 而是裡面的這種爆炸感一樣 但是記者是渾身無力 而且會馬上蹲下去 感覺完全喘不上腔 誓言從也提醒 點學絕活他從十二歲便開始學習了 對於擊打的部位擊打的力度 以及學位的重要程度 都已經牢記於心 市民切勿嘗試啊 因為我死的勁 要死的勁大 整個人全部給你塞完 不但我去幫助別人 你要是學會了 兩個人打架 你看到別人對方 啪啪另外一個人 他不是會點穴 是誤碰了 別人倒了 你看到以後你上去 就給他接過來 你幫助別人 記者天瑞鄧底康報導 寢查一下 你什麼事 寢查一下